要記得先放在哪裏 放在空白的這個B2儲存格 然後插入一個什麼呢 插入一個函數 就使用那個什麼 減失與參照最下面的這個叫V2函數 它一樣會跳出 總共會有四個問題 四個問題 然後呢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第一個問題說 你要DUCAVALUE 那我就切到哪裡呢 切到問卷調查裡面的這個A1 記得切過去 然後A1 也就是說我要查這個裡面編號 第二個是TABLE ARRAY TABLE ARRAY是對照表 所以切到清單 清單裡面的什麼呢 找到那個 我要查的那個叫什麼 性別吧 所以性別的話就是把A2 選到那個B3 A2到B3 建議啦 一樣就是把它掃一下按F4 不是啦 少一下按F4 主要是鎖起來 然後呢一樣Color哪一欄呢 第二欄 比對方式的話呢 一樣是給0 0 OK 按個確定 好 這樣的話呢 向下填滿 完成了 OK 應該可以知道我在做什麼吧 OK 然後呢其他的年齡 就是LUVA炮製 所以在插入那個一樣嘛 然後檢視與參照的最下每個LUVA數 切到前面是去查什麼 查那個年齡的這個編號 那TABLE ARRAY的話呢 是清單裡面的什麼年齡的這個範圍 那底下的一樣是2 一樣是0 按個確定 向下填滿 不過可能記得喔 向下填滿之前一定要鎖起來 第二個TABLE ARRAY一定要按F4 不然的話你向下填滿一定會錯 然後再向下填滿 好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分別喔 請各位就分別把這邊 給完成 其實如果你這邊 這個如果都做完的話 應該對非藍術已經滾刮爛手了 以後應該就不會 所以從那個B藍到O藍 不過這邊的話有一個可以在簡化的動作 就是說 我們剛剛那個清單裡面喔 每次都要切到清單裡面選喔 其實我剛剛講 你可以用那個名稱定義也可以 那所謂的名稱定義就是說 你可以把 那個假設我剛剛那個性別跟年齡喔 教育程度 假設教育程度喔 我可以把這個教育程度這個部分 定義一個名稱 以後不用切過來了 我就直接按F3 他會帶清單 我用選清單也可以喔 所以如果要定義名稱的話 其實也是一種 使用Vran書的方法 不過你們先試試看 我待會再講那個定義名稱部分好不好 謝謝